早安 TVBS 陳建快訊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的重點資訊 首先帶您來看到最近地震頻繁 而今天凌晨在花蓮縣近海 還發生了兩起規模4.1和4.3的地震 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 而最近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當然就是8月15號的時候 發生了規模5.7的地震 另外在昨天早上 又發生一起規模6.3的地震 那麼全台都有感之外 根據現在的統計就顯示了 截至2024年的7月底 台灣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投保率 約有38.6% 依然是超過6成的屋主都沒有投保 那麼另外地震保險基金就提醒 如果已經投保的民眾 您發現建築物受損了 要聯絡產險公司來處理 獲得保障 而再來要帶您看到安比颱風 對日本帶來的影響 真的是不小 那麼來看到安比颱風 它現在是已經逼進到了日本關東地區 一共是造成了超過6000戶的停電 同時還導致了部分的新幹線 以及電車都有停止的狀況 那麼來看到關東跟東北地區 是出現了強風大雨 以及有線狀對流的情形 也增加了土石災害 以及污涉進水的風險 日本氣象廳也提到了 他呼籲日本應該全國都要來提高警戒 而且防範颱風可能會帶來了暴風 浪高以及河川氾濫等等的災害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緊接著帶您來關心的就是政壇消息 高雄紅派大佬病逝的狀況了 那麼來看到這一名高雄的紅派大佬 也就是前省議員 以及前國策顧問陳一秋 在12號的時候因病辭世 享受85歲 家屬也證實了消息 將在8月25號的時候 舉辦了告別式 那麼來看到 先前他在政壇 是擔任了多項重要的職務 包括鳳山市首任的市長 以及陳水扁的總統的國策顧問 那麼他的辭世 也象徵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了 下一則新聞就帶您來看到 癌友們來說 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 來看到健保署是宣布 要次支40億元 擴大多項藥物的給物範圍 那麼來看到其中 癌症藥物占了16億元 總計是超過5萬名的患者 可以受惠 而這項新制 將會在7月到10月的時候 陸續就會來生效了 那麼來看到內容 他提到這一次擴展 擴大到了新生兒的 用藥給付範圍 以及會再降低 新生兒的死亡率 來看到除了說 針對死亡率之外 健保署也針對脊髓性 肌肉尾髓症 放寬了藥物給付的條件 要取消運動功能的評估 同時擴大到18歲以下的發病者 都能使用 最後要帶您來看 全台灣最佛的停車場出爐了 在哪裡呢 來看到這地點就在台中 有多佛啊 這地點來看到 他說這個地方 是在行政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而收費標準 白天每半小時只要10塊錢 而且晚上每小時只要5元 24小時都會開放 一共就有50個停車位都能停之外 目前接受現金的支付 而未來將會規劃加入 行動支付的選項 那麼這樣的消息出來之後 是讓不少的民眾說 也太便宜了啦 但是呢 這個狀況是不提供月租 引起了民眾的熱議 直呼現在的停車場 真的不可能這麼便宜 以上就是今天的成金快訊